全台最爛道路 快來一點了 這裡是例行產業道路 16K的地方 可以看到現在大晴天 但是已經大崩山 而且這裡的道路 實在是殘破 寧寧不堪 當地的居民表示 只要颱風一來 這裡絕對無法通行 我在這裡四十年 四十年弄得這麼爛嗎 對 從我出生一直到現在 沒有好過 民國九十年至九十五年 公路局砸了十億元 九十六年之後 南投信政府 每年約花三千萬元修路 但是怎麼修 就是修不好 透過空拍鏡頭來看 甭塌出旁邊 就是一片片的高麗菜田 有學者專家指出 漫無邊際的高冷蔬菜 都在加速 侵蝕作用 高麗菜 那個什麼 那個就很矮小 跟就很弱很小 兩三個月 就要寬定一次 然後一重刷 你的土壤對不對 就會流失 類型產業道路 早期種的是蘋果梨子 但之後農民搶種 鑽頭更好的高麗菜 潛根作物 直接種在五六十度的 陡峭山壁上 夏天買到的高山高麗菜 就是在缺乏水土保持 地質脆弱的台風豪雨山區 種出來的 下方的國性草屯 恐怕都會受到土石榴的威脅 我們走吃的時候 在山上 夏天走吃的高山高麗菜 每一口都是台灣的山林水肉 那我們就把花在上面做水土保持 做所有一切運作的這個錢 然後直接花給他們 叫他們不要走 對吧 都還有賺 想要讓高山蔬菜 撤出例行產業道路 行進的村落 談何容易 不只台灣人愛吃 還有大批農民的生計 高山蔬菜在這裡 一年的產值就高達 兩億七千七百八十三萬 金錢利益瞄準的 卻是這一片不能替自己說話的土地 三零新聞 林金文 沈明志 吳坤宇 南投報導